而世行日期也同意在野黨要求明定期限的大方向 何建民說 國民黨團總交跟民眾表示 行政院版本國民黨團也認為部分具有可行性 例如挹注勞建保還有財電虧損的新台幣1000億元 他也感謝柯建民釋出善意取消空白受罪